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大家好 老汐儿带着正宗的山西老陈醋来串门哦 山西老陈醋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 已有三千多年历史 以色香、纯、浓、酸五大特征著称于世 你知道我来到你面前有多努力吗? 我的诞生经历了时间与高粱的长久封印 山西老陈醋酿制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共五道工艺,八十二道工序 第一步,蒸,对主要原料优质力大饱满的高粱进行抹 蒸,拌,高温蒸料至少两小时 第二步,酵,将大驱加入蒸熟的原料中发酵十几天 随后拌入敷皮,骨康开始醋化 每日手工翻胚,使其与空气接触完全发酵产生醋酸菌 第三步,熏,是山西酿醋的独特工艺 通过熏胚使醋增色、增香、增汁还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 第四步,磷,磷醋就是用煮沸的水或者醋将醋配中的醋酸 极有一成分过滤出来 第五步,沉,沉酿阶段需要至少一年以上 将刚磷好的新醋经过下不晒 冬捞冰的沉酿不断缩减老沉醋中的水分 保留最浓郁纯正的醋 经过这五个步骤之后,再对醋进行储存 储存的时间越长,醋香越浓 自此高粱就完成了它变为老沉醋的华丽转身 作为地理标志产品的山西老沉醋,有着严格的标准 每滴山西老沉醋的背后是记忆和匠心的结晶 如今醋还可以有许多新花样 醋心巧克力、醋月饼、醋元宵、醋造 只要你想不到,没有山西老沉醋做不到 山西老沉醋作为黄河地区浓耕文化的结晶 是近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近文化绵延不衰 广播华夏的重要载体 来山西吧,肠浓厚的醋,品浓厚的历史 领略扎根于山西人灵魂的醋文化